211 新經報 放心肉追溯查詢機也難讓人放心 2015年7月14日記者體驗 A14新經報記者走訪多家超市發現 有的查詢機黑屏或不靈,有的肉品價簽缺小追數碼 市商務委清督速解決7月8日 經客龍超市甜水源店 新鮮區放置的一台放心肉追溯查詢中端黑屏,未通電 新經報記者李興食7月9日 建國路附近的一家屋以馬超市內 記者掃描肉品的標籤後 查詢機顯示溯源信息未查到 新經報記者蝕郡食近日 殭屍肉事件引發關注 食品安全問題再度成為大家熱議的話題 2012年1月 北京市放心肉工程正式實施 並在多家大中型超市配備了一種查詢機器 名為放心肉追溯查詢中端 消費者可用這台機器掃描所購肉品上的條形碼 或輸入架簽上的追溯碼 查詢主肉從養殖到屠宰 再到零售的全部信息 這些機器是否真正發揮作用 近日 新經報記者走訪十余家超市發現 部分超市設置的查詢機損壞或黑屏 還有的乾脆未通電 而在一些機器能夠使用的超市 有的肉品架簽上沒有追溯碼 有的查詢出的訊息和產品實際不符 市商務委表示 部分機器無法使用因網絡訊號不好 正在溝通解決 對於缺少追溯碼的問題 已督促超市門店每天及時將追溯碼發自電指稱 確保正常追溯查詢 新經報記者李興實習生胡克凡一多個追溯查詢機 黑臉或故障7月8日 在朝陽區京客龍超市甜水源店 新鮮區的冷櫃旁放置著一台放心浴追溯查詢中端 綠色的機器外觀看起來較新 機身上貼有放心浴服務熱線及使用方法 相關網站等 整台機器的操作區域由顯示屏及掃描區構成 但記者走近發現機器黑屏 用手在屏幕上觸摸不見任何反應 順著往下看,才發現機器的電源線並未通電 機器旁一位超市工作人員表示 該台查詢中端或有連接網線 在豐台區葡方路附近的一家密尾超市 新鮮區比較顯眼的位置擺放著一台放心浴追溯查詢中端 屏幕略有設裝,記者用手多次點擊觸摸屏 但雪標指針始終停在屏幕左側 無法進行下一步操作 機器上的操作方法顯示 要查詢可在機器內輸入二十位追溯碼 也可掃描商品上的商品調形碼 記者於是混用另一種方式 隨機內起超市內的一塊豬前腿肉 將標籤對準機器下方掃描處 一會兒屏幕上顯示出了這塊豬肉的生豬產地 屠宰企業以及零售企業名稱 但當拿起另一塊清好的散裝豬肉反復掃描 屏幕上始終沒有任何顯示 超市新鮮區一位工作人員稱 這台機器長期以來一直是好事壞 平時也沒多小人用它 就一直沒怎麼管 前日下午 在東城區廣渠門內大街的一家家樂福內 本被放置在生鮮區的一台放心肉追溯查詢中端沒了影 一位豬肉桂台銷售人員稱 最近裝修時把網線弄壞了 機器目前正在維修 商務委回應機器無法用因網絡測試 商務委表示 對相關問題連夜進行了實地核查 由於門店建築的影響 像京客龍田水源店及家樂福廣渠門店等個別門店的3G網絡訊號比較弱 導致無法正常使用查詢機進行追溯 因而暫停使用或將查詢機暫時移放到倉庫保存 商務委正在與網絡運營商進行溝通協調 對於葡方路密尾超市發現的問題 商務委已要求各超市落實每日兩次查詢事檢 運為公司加大巡檢頻率 發現問題及時解決 二無追溯碼或查詢訊息不對應在朝陽區京客龍酒仙橋店內 方心肉追溯查詢中端被放置在水產冷櫃旁 記者在冷櫃內分別拿了三塊通協肉片 精選五花肉和保鮮排酸通協師進行試驗 這三塊豬肉架簽上的追溯碼相同 美號為3267 在掃描豬肉上的商品調形碼後 屏幕顯示出該合豬肉的產地、屠宰企業及經銷的超市名稱 檢測結果、產地檢疫證號、對應商品的追溯碼等 屏幕顯示你查找的追溯碼站未找到相關追溯信息 類似的情況還出現在朝陽區密美超市甘露園店內 這家超市出售的豬肉多位散莊 記者從一個冷櫃內選取了一塊散莊豬肉 工作人員稱重厚的價簽顯示 該豬肉名稱為加階康正張後瞻 此外價簽上並沒有追溯碼 記者將該塊豬肉拿到查詢機進行掃描 顯示圖載環節的企業名稱為北京信音農業股份有限公司鵬程食品分公司 而根據加階康官網顯示 加階康為中良集團旗下肉食品牌 加簽上沒有豬肉追溯碼的情況還發生在豐台區加樂福放張店 超市一名工作人員解釋稱 追溯碼可以打印 只是平時嫌麻煩 商品加簽上都沒打 隨後該名工作人員演示了打印價格標籤的過程 你看,正常情況我們只要按這幾個件 就可以吸清好的豬肉貼上標籤 如果要打追溯碼的話,就要再多按三個件 商務委回應督促及時下發追溯碼 商務委介紹 針對個別超市門店商品價簽未打印追溯碼的問題 已督促超市做好白條豬肉收貨 及時下發追溯碼 確保在追溯體系範圍內的豬肉產品能正常進行追溯查詢 其中,經客龍採用的試自營配送中心模式 商務委以根據這一特殊情況與超市總店合作進行技術開發 近期可實現輸入追溯碼查詢 麥美金路原店何店長表示 素描加街巷豬肉出現憑程公司信息 可能是存在廠家指定對理的情況 具體情況還須了解 三多個品牌豬肉信息無法查詢在朝陽區建國路附近的一家屋 術二碼超市內,也放置有一台放心肉追溯查詢終端 記者在超市內隨機拿了兩盒精裝豬肉掃描條形碼 屏幕顯示對不起,掃完訊息未查到 機器附近一名超市工作人員表示 這台機器只可掃描超市內的散裝豬肉 你看這有盒子的豬肉,上面到印著生產日期呢?改不了 所以那台機器掃描不出來 當改拿散裝豬肉後,機器可以成功掃描 屏幕顯示了所稱散裝豬肉的肉品配送企業、發貨時間、銷售責任企業等 在豐台區新業廣場的華潤萬家超市內 記者在超市隨機內起一塊豬肉證準備在機器上掃描時 一旁的工作人員稱,這肉查不了 系統裡沒有,你去哪個櫃台上哪肉來查,哪個櫃台上的肉可以查得到 該名工作人員解釋,只有大鴻門的肉,信息錄入了系統,可以查得到 其他文型的都沒錄入到系統 商務委回應追溯目前限11圖宰場 商務委表示,目前豬肉追溯範圍僅限於北京的11家定點 圖宰場出場的8條豬肉、精品肉和外負肉站不在當前的追溯範圍內 不能進行追溯查詢,以將最後期的視點建設中逐步將其納入追溯體系 請遊辦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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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請你 請遊過去